OK,感謝主要有機會回到PJ中文部 可以用廣東話來講讀 這是一個非常樂趣的事情 好的,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題目就是 善用你的智慧 首先我們讀… 是不是在這個? OK 回到這個 對不起 好,好嗎? 我們來讀兩段經文 第一段經文是在《申言書》第九章第十節 OK,我們一二三 整齊的聲音來宣讀神的話 一二三 敬畏耶奧華是智慧的開端 形式智勝者便是聰明 再看經文在《申言書》第十四章第五節 一二三 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識的人力常加力 好的,感謝主 好,第一次請坐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題目就是 善用你的智慧 善用你的智慧 會說到什麼呢?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隔了四周 一遍 这样跳 这个管理员非常紧张 很焦急 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请问他将高度加到多少呢 是一次过加到30尺这么高 你想象一下30尺 是不是已经很高了 隔了一天之后 又发生什么事呢 这帮袋鼠 仍然在笼里面 走出来跳来跳去 这样这个管理员就非常焦急 有一天 长径在旁边 就问和袋鼠聊聊天 哎呀 不知道这帮人 管理员 会不会继续将这个龙的高度再加高呢 这样这个袋鼠又说 很难说的 很难说的 如果他们继续忘记 关上大门的话 天天是照样会发生这样的事 问题是哪里呢 问题不是高度 问题是忘记关门的问题 告诉你旁边说 忘记关门呀 今天很多人好像管理员一样 他不够智慧 他用了他的知识 他不断将墙加高 原因是忽略了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用错了方法 就是没有善用智慧 今天我们很多人需要熟 需要什么呢 需要智慧 我读过一篇文章 有关于一个主题叫做 如何性为智慧人 那类内容讲到什么呢 一开始呢 这个作者就问了一个问题 那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有人问你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你问你旁边的 好吗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问多一次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可能呢 很可能很直接 大多数人的直接反应就是 钱 是不是 因为现在我们真的 钱不够用了 你去个边茶室的时候 以前是7元 而那年后呢 是8元9元 所以钱是不够用的 很直接的呢 我们的反应就是 钱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想要钱呢 如果你再问的时候 大概不是说 因为要有钱而有钱 而是你认为有钱之后呢 你就可以换取到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安全感 快乐 还有爱 不是吗 今天呢 很多人呢 认为呢 有钱就可以换取这些东西 但是 但是 不是绝对 一起讲 不是绝对 不是绝对 是用钱呢 一定可以换取的 不知道大家同意吗 最近呢 我们看到一七个香港的 很轰动的一个新闻 就讲了一位有钱的太太 被人兇杀 而且呢 很残忍地被杀害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呢 跟钱很有关系 因为有钱的缘故呢 使用这些人呢 动了杀人的动机 这个都不算可怕 最可怕是什么呢 最可怕就是说 应该嫌疑反 是你的前夫和家人 是你的前夫和家人 在这个事情的中间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钱 未必 可以呢 完全可以换取 安全感 还有快乐 还有爱 那么其实 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当然了 我题目已讲了 答案是 自慰 因为你今天所预见的一切的问题 都是优惠不善用 或者就是缺乏智慧而来的 换句话 其实你真正面对的 不是财务的问题 是智慧的问题 今天你面对的 不是家庭的问题 很可能是智慧的问题 今天你发觉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善用 你的智慧去管理你的财务 跟着倒影底下 就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引致家庭的问题 不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 一切都和智慧成为 我们的人生的开始 所以你面对的 不是这一切 如果你明白了一切 你开始 你的人生 你的生活 你的信仰 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告诉旁边说 我们需要智慧 我们需要寻求智慧 因为智慧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 而带来什么呢 正确的祝福 阿们 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 正经旧约 刚才我们读到两段的经文 在真原书里面 真原书也被列入 智慧书里面 作者是谁呢 就是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是一位什么王呢 是一位寻求智慧的人 怎么说呢 我们看聂王的三章九到十二节 故事就说到有一个夜晚 所罗门在睡觉的时候 发了一个梦 梦里面的上帝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上帝就问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是 你愿我似你什么呢 你愿我似你什么呢 如果今天你睡觉的时候 上帝来到你面前 他问了同样 所罗门王的问题 你愿我似你什么呢 你们有什么回答呢 你又问不问 第一时间就是 天啊 不是 你认为呢 所罗门要求什么呢 所罗门要求的就是 我要自为 而且是熟天的智慧 为什么要熟天的智慧呢 在大九节这么说 所以求你似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闻 能辨别是非 不如谁能判断者 众多的闻呢 所因为所罗门所求这事 就梦什么 上帝的起源 我们看到 所罗门王要求一件事 就是熟天的智慧 你试想想 一个国家 是这么大 这么多的百姓在其中 他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智慧 去判断 人民生活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很重要的 他不是爱要钱 也不是爱要其他的祝福 他要的就是熟天的智慧 因此呢 上帝不单止 赐给是熟天的智慧 而加上其他的祝福 虽然所罗门王没有求其他 但是上帝起源 他的第一个回应 然后呢 后面的东西都加给他了 祝福包括什么呢 他的健康 他的尊荣 他的尊严 在十三节里面讲到 我们看一下第十三节 你们所没有求的我 也刺给你 就是富足尊荣 使你在世的日子 列王中没有一个能够比起你 哇 哇 原来他得着的智慧之行 后面是加上无数的祝福 包括健康 包括尊荣 包括他的长寿 弟兄姊妹 一旦我们寻求上帝的智慧的时候 当我们得着智慧的时候 后面就是祝福 一起讲 后面就是祝福 吹着我们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我们不单止 我们需要智慧 我们需要真实的智慧 什么是真实的智慧呢 智慧就是一种能辨别时机 并且明白 并且明白所当造之时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从一个敬畏上帝知识而来的 所以刚才我读过我们的经文说 敬畏耶稣就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的智慧 我们从哪里来呢 在真理里面 我们去尋找 所以以下呢 有三方面 在我们信仰生活上 我们如何善用我们的智慧 以至达到智慧带给我们的祝福 有三方面的要素 第一方面是什么呢 第一方面就是 首先你要认识 上帝是智慧的源头 并专行他的子 我再重复一次 首先你要认识 上帝是智慧的源头 并专行他的子 我们再读一次这个 真原书九章十字 我数到三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智慧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形式自善者便是聪明 圣经说给我们知道 智慧的根源 是来自我们的形式和敬畏他 因此呢 如果我们要成为智慧人 首先我们要见敬畏他 并且链接在他的身上 这样我就可以得着智慧 并有能力去应对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一切一切的挑战 为什么认识上帝是这么重要 你问你旁边好不好 为什么认识上帝 是何等的重要呢 为什么呢 答案呢 就是因为 上帝本身就是智慧的源头 上帝是一切的根源 只要你找到这个根源 你就能够得到智慧的能力 就能够解决你生命中的难题 因此呢 上帝就是智慧的根源 是一切问题中的答案 再告诉你家人 是答案来的 打个比喻 如果我们头痛的时候 我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头痛我们会吃止痛 头痛药 就是止痛 当你吃了这个命啊 那个止痛药之后呢 我们的头痛呢 就会什么呢 就会止止 但没几个月你又发现 头痛又回来 你又再继续吃一粒 吃完一粒又一粒 到最后 那头痛仍然回来呢 原因是什么呢 和我们发现呢 原来是你的牙发炎 导致你头痛 你最重要要做的问题 首先你找出根源的问题 你先做什么呢 先医治你的牙 然后呢 你的头痛呢 在自愿地下 就会消失了 明白吗 所以第一要处理的是什么呢 是处理根源的问题 我知道我们上帝就是智慧的源头 如果我们要得着真实的智慧 同样 我们要找到智慧的源头 要说就是智慧的开端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听 原来如果我们一定获得智慧 首先我们要敬畏形式 这里有一段说话这么说 敬畏神 是以神为神 神是创造者 审判者 我们是受造物 领受神创造的一切 并面对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不敢得罪神 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要敬畏祂 因为祂是造物主 我们人类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物 所以我们要用以神为神 应有的态度 或关系 你面对神 当你以神连接的时候 你就站在智慧的开端 不单止 何西亚书6章3章 我们无要形式耶和华 协力追求认识他 我们再读一次一个经文 我们无要形式耶和华 协力追求认识他 什么叫协力追求呢 就是用尽我们的能力 用尽我们的全身 用尽我们的思想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形式 我们这位 创造 予造万物的主 阿们 意思说 如果我们要得逐真智 为我们要下苦功 来追求认识上帝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中的 第一步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中的 第一步 也只是入门 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的起点 就是我们信仰生命根基的 入门 阿们 如果你说 今天我要学英文 我要学好的英文 首先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认识英文的字幕 请问英文字幕有多少个 26个 26个 26个肯定 当然是的 我们要认识英文字幕有26个 我想问真典牧师 就是说 请问希腊文有几个字幕 我也不知道 我给了老师 我也是 OK 意思是说 我们信仰生活根基的入门 就是要认识神 如果我们说 今天要学正宗高层的功夫的时候 你看看武俠片里面 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要学上乘的武功 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就是赞马 这位姊妹很厉害 突然可以拿走台上任何件事 他有赞马 最近我们邀请一个韩国牧师 Pastor Park 来到我们当中 来分享宣教的入门 他说宣教的入门是什么呢 首先你去到这些原住民里面 你要传福音 传福音的话 你首先你要认识他 不单止认识他们的文化 还要跟他们住在一起 这样你就会知道了解原住民 他们的生活 然后你的信仰 就可以直接进去 跟他们说 耶稣是救主 所以每一件事都要入门 每一件事我们都要贴力去追求 不是吗 今天我们知道 有拍拖的人 有恋爱 有婚姻的人 首先你要认识一个盘略 不要说去结婚 之前你会怎样呢 你会很贴力 很努力 你要知道对方喜欢什么 对方在做什么 你很想去认识他 所以就有一句话说 叫Body话粥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了解他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生活信仰根基 就要了解这位上帝 如果你只是求得着智慧 但你不打从你心里面去敬畏 这个是不行的 真正的智慧 不是说要掌握一些觉悄 更多的是要know who 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源头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说 认识上帝是智慧的源头 第二件事 我们怎样可以善用我们智慧 以至于我们答到智慧给我们的祝福 第二方面的要素是什么呢 要听取别人 要听取别人 吸引我们的劝告意志人 我们一起读这个第二个大纲 一二三 听取别人 吸引我们的劝告意志人 针缘书里面有两段 一个是九章二十节 我们首先读第一段 就是九章二十节 一二三 你要听劝教 受分辉 使你终究有智慧 十五章三十节 听从生命择备的 必尚在智慧人中 第二字母 要听从生命的择备 并尚在智慧人中 如果我们想得智慧 我们要听劝别人给我们的劝告 别人给我们的志人 因为圣经教我们要听劝 那么我们就得智慧 来应对我们生活的一切 包括了人事物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件事 我们要学习之后 别人对我们的劝告 善意给我们的忠告 我们不要拒绝别人 给我们的善意的忠告的时候 劝告的时候我们拒绝 特别有人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要第一时间 你要插然你自己 你要反省你自己 甚至你要矫正过来 如果我们不听人的指引的话 我们会越走越远 不单越走越远 越踩越深 到最后我们去到一个 一个落到最低的步里面 弟兄姊妹 劝告有时是不容易的 比如你要劝告别人的时候 别人是未必听的 别人觉得你为什么 你这样跟我说 你是谁 甚至说得粗一点 你老几 为什么不听你说 弟姊妹 有时候 神会安排一些人 在我们的周边 神安排一些成熟的长者 上帝安排一些组长 或者牧师传道 掌路在我们周边 是给我们一个智慧的欠面 当我们肯听的时候 圣经说 如果我们肯听的时候 是说我们终究有智慧 就是说我们带来 我们一生都有智慧的心 阿们 但我们不听的话 如果我们不可以听的话 我们认为 你说任何东西都很吉意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不是走在对的路上 甚至走在对的神的旨意的里面 我曾经勸勉一位的朋友 他也是一个弟兄 这个弟兄 他拒绝我的劝告 他拒绝我的指引 事情是这样的 我发现他的生命里面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 他已经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 但很曖昧之下 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跟他说 平时的关系 但是这个弟兄 他有听 但是没有把这个说话 放在他心里面 甚至因为看到他越走越圆 越踩越深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失去了 上帝的祝福 以上帝的指引 告诉你旁边听 好不好 要听取别人 给我们的献告 以指引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会 落入八般的试探 八般的试念当中 今天神会 兴起周边的人 跟你说一句说话 其实那句说话 是带着一个上帝 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心意 但我们往往觉得 不作不当作一回事 但是后来你发觉 你离开上帝 是越来越远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第三点呢 如果我们要得着 智慧 善用的智慧 当我们善用智慧的时候 带给我们祝福 第三方面的要素 第三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在生活上 以圣经的原则来行事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个大歌 好吗 一二三 在生活上 以圣经的原则来行事 我们看一段经文 在以佛所思 五章十五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你们要耿神行事 不要仗义为人 当仗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 现今的世代 邪恶 不要作 糊涂人 要明白 主的旨意 如何 弟兄姊妹 以佛所书 是保罗所写的 当时的时代 是非常邪恶 请问 今天的时代 是不是真的邪恶 和两千年前 没什么不一样 都非常邪恶 但是这个经文 告诉我们 我们要谨慎行事 当我们谨慎行事的时候 后面那句就说 你就像一个 智慧人 如果我们 不谨慎行事的时候 变来两个结果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就成为 疑伪人 还有在17节里面 我们要成为 糊涂人 兄姊妹 你要告诉你 旁边听 我要成为一个 智慧人 好不好 是啊 我们要成为 一个智慧人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有糊涂 有意味 但是首要的原则 是什么呢 我们要在生活上 以圣经的原则 来行事 因为圣经的话 是我们人生的指南 是我们做事的法则 神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是指引我们的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时代 非常之邪恶 充满诱惑 如果我们没有 圣经的真理的原则 来行事的时候 我们就越行越远 但是这里 告诉我们 有三方面的学习 在经文里面 第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学什么呢 第一就要学 谨慎行事 一起讲 谨慎行事 是的 弟兄姊妹 谨慎行事 是一个敬畏神 爱神的人 在他的生活中 必然会谨慎行事 谨慎行事 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去能够避免 人犯许多的错误 谨慎行事 的谨慎 他的原文的翻译是什么呢 他原文的翻译是要 仔细留意 我们应该怎样行 意思是说 我们怎样去仔细留意 发生的事情 就例如一个警察 他会在一个场合里面 他会 他的眼睛就会四围 很仔细观察 整个场合所发生的事 以至能够住周围 而且能够察觉 这个环境 这个时代的危机 避免落入个人的陷阱里面 这个就是谨慎的意思 顶慎妹 真的 我们要很谨慎行事 今天如果你看报纸的时候 你是不是听到很多诈骗案 有很多什么快速自负 甚至有什么投资 什么基金里面 最近我看了一篇新闻 我说真的 你令这个人真是 哎呀这个人真是 为什么这么糊涂啊 你发生什么事呢 在一个礼拜前 有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就是 她拿了她的公职金 她的公职金是50万的公职金 就是说人生的工作 到了55岁那年 她拿出她的公职金 有50万 这样听到有一个人 介绍一个基金给她 是高回酬的 哇 这样就把50万 就扔了进去 一扔下去 石沉大海 血本无归 那50万 就不见了 是一个骗局来的 你想想 如果今天在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不谨慎行事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愚味人 然后我们就血本无归 兄姊妹 我们要怎样去谨慎行事呢 首先 有四方面 帮助我们谨慎行事 如果你面对一件事情 或者要做一个决定之前 首先有四方面 第一 是什么呢 不要这么快做决定 好不好 跟你旁边说 第一件事就是 不要这么快做决定 第二件事呢 你要来到上帝面前 寻求 寻求 智慧 和指引 第三件事是什么呢 第三件事呢 在这件事里面 你要问一个人 是对这方面很专业的 对这方面是有研究的 拼取他的意见 一 二 三 你都做了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如果你心中里面 有平安 你衡量了一切 一 二 三之后 你心中有平安 就决定做这件事 这样呢 就是谨慎行事了 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在一个 这样的时代里面 我们需要谨慎行事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 学习的就是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就是 善用神给我们的 宝贵的时间 去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爱惜光阴 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善用神给 吸引我们宝贵的时间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爱惜的意思就是 熟悔 光阴就是时机 因此呢 爱惜光阴呢 就可以翻译为 尽量使用 每一个的机会 是的 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要善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不要浪费我们宝贵的生命 保费的光阴 所以呢 我们要每天 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光阴 特别在我们 你知道小朋友呢 他就不会了解到 时间的宝贵 但是呢 上到青年人 中年人 甚至去到老年人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去珍惜 爱惜 每一个的光阴 因为我们发觉 时间不会等人的 今天 你可能呢 你可能呢 用金钱 用时间 可以换取 金钱 但是金钱呢 不能够换取 时间的 是不是呀 所以我们要爱惜 要珍惜每一个机会 当我们珍惜每一个机会 的时间的时候呢 你发觉呢 我们人生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见到很多人说 我没有机会 我怀才不移 因为我没有嘛 但是你知道吗 每日 每日 都是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 是帮助你每日 你预备好你自己 是爱惜你每一个时间 和你的光阴 对吗 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 奇异点 奇异点在我们的身上 如果今天我们不爱惜 我们的时间 不爱惜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 白白一天一天的流走 对吗 那时候我们很喜欢 想一些东西 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时间 一去永不回 往事只能够回味 第一次会 我们会唱想当年的歌 但是今天你珍惜你 今天 今天的时间里面 你把握这个时机的时候 你掌握这个时机的时候 你发觉是什么呢 对不起 退回一点点 笑了一个 当你掌握时机的时候 就决定我们是否 连向一个成功最重要的关键 很多人说 我很努力去耕耘 我很努力去做这件事 但你未必得到这个成果 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们没有掌握这个时机 你做正确的事情 就好像农夫呢 农夫就会善用他的时间 去知道怎么掌握 任何柜节 当然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四柜 但是有些地方是有四柜的 他们会做什么呢 第一春天就是杀种的季节 就要翻松土羊 这样就把种子放下去 夏天的时候是成长的季节 你需要更多的淋水 私肥 秋天呢 秋天的季节就是一个收博的季节 冬天是一个休息的季节 但是冬天里面 你必须要清理 预备下一个耕耗的旋徽 所以等于 当你明白到生命的季节的时候 我们会珍惜 我们会爱惜 我们的时间 是不是 今天有些人说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 我都是这样一样的 我们不必有这样的观念 我就等着回天 不是 今天有机会 你的机会就掌握在 你每一分每一秒 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以前你没有做到的东西 你尝试现在去学习 upgrade你自己 以前你未跟 可能跟儿女的关系 可能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 但是我珍惜的时间 我为我的儿女徒国 我儿女很多个都未认识住 这段时间我为我的儿女徒国 其实 每一天都有很多东西去做 告诉佳听 每一天都有很多东西去做 最后 以古我们真的要学习 智慧謹慎行事 就必须要明白主的旨意 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吗 因为经文非常好 突然顶止美论的密想这个经文 一二三 行为完全 尊行耶和华的 律法的 这人便为有福 尊守他的法道 一心寻求他的 这人便为有福 再来一次 行为完全 尊行耶和华的 律法的 这人便为有福 尊守他的法道 一心寻求他的 这人便是有福 弟兄姊妹 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不单止明白 要活出他的旨意 当我们活出神的旨意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应许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一个有福的人 是懂得善用他的智慧 善用他人生生命的时间 以致他成为众人的祝福 阿们吗 今天你坐在这里 你不会是无端端偶然 你来到这个地方的 真的没有偶然 是上帝将我们聚集 来到这个地方 当我们呼应实体这个聚会的时候 上帝要我们更易认识他 更深 更真 更投入地去认识他的时候 这个就是智慧的开断 阿们吗 好吗 好吗 我们站起来 今天我们要得着 智慧三方面的元素 首先第一是什么呢 要认识上帝 是真智慧的源头 并专行他的指示 第二 听取别人 吸以我的的劝告 以指引 第三 在生活上 以圣经的原则 来行事 阿们 是否有唱一首护士歌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跟我一样 就是有时我们感觉我们智慧不足 我都和你们一样 我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寻求上帝的智慧 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事上要牵给我们自己 我们不要说我什么都会了 我都会碰到的了 有什么我没听过呢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需要更多的就是 神啊 求你给我智慧 让我让我智慧在我的人生关系上 让我智慧在我的生活的信仰上 我需要你 好吗 我们唱这首诗歌之后呢 我们来做这样的祷告 祷告 祷告 伴随伴随 这一世 我走起来以后 这一世 我 永远一样天 感知感慕 喜生的爱 喜意恩典 永美恩典将我回馈 天与今苦何为 旧恩有奉仪 情面当前 从信一刻可别 习惯所已得清风 我够自己也够 已够索我 对你一点 丹致陪我 弃生的爱 弃意一点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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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chiedenen 阿们 祝祂奉祝我们 在地上的每一刻 让我们紧紧跟随主 主啊 你就在我们生命中 事上赐给我们生命上的指引 主 使我每一日 能够认识你那样多 不但要认识你 并要敬畏你 你就是那位的上帝 你就是那位的神 你就是那位創造主 主啊 我们只不过 我们成为人类 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物 主啊 让我们 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 向着你 主啊 在这段时间 我相信今天 神的话 再次的你 提醒我们 再次给我们指引 让我们能够 谨慎 来行事 是的 主啊 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 我们不想做一个糊涂人 更加不想做一个意味人 主啊 使我们更多 更多你 认识你 是的 主 主啊 你的恩典 是足够 在每一位 学求 寻求 你的人身上 主啊 求你 真的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智慧 更多的智慧 以至我们有智慧 能够判断 一切 在我们前面 我们所面对的事情 特别在家庭里面 主啊 你赐给我们智慧 所以我们有智慧 如何成为一个家中里面 成为丈夫的 成为妻子的 成为父母的 成为孩子的 我们有智慧 在家庭里面 彼此的伤害 彼此的守望 彼此的建造 主啊 祝福 在这里的弟兄姊妹 在面对前面的事情的时候 主啊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周边 有人给我们的劝告 我们需要周边 有人给我们的指引 以至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心 主啊 多谢你 在这里 吐过的当中里面 我感受到 上帝 他很在乎一样事情 上帝很在乎 就是你对他的敬畏 上帝非常非常 渴慕 我们能够敬畏 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 就是智慧的开始 阿们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阿们 是的主 多谢你 多谢你 祝福我们 继续以下来的时间 求主你保守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